那么平时呢 我们经常吃到Costco的那个烤鸡 还有这个感恩节剩下来的火鸡 哎呀 是不是太大了 吃不进去 OK 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吃法 当你把火鸡的这个其他部位吃完了以后 把鸡胸脯肉给它割下来 然后呢 我们来制作一道非常可口的凉菜 一定要用手撕的啊 不要那个用刀切 因为手撕的这个鸡丝出来才好吃 你要是切的话 它的整个的丝都不对了 OK 还要准备几根黄瓜 分析你的人口啊 你如果人多呢 准备放一点 如果人少了 就可以了 就撕个来 准备四根黄瓜啊 然后切成丝 把黄瓜切成丝 然后拌成那个鸡丝 然后放一会儿再给放一些辣椒油啊 让你看看吃起来相当好吃 OK 那现在再往里放辣椒油 往里放辣椒油 OK 辣椒油不要太多 撒一些芝麻 那么把这个芝麻和这个辣椒油啊 一起拌一拌 拌匀 拌匀汤 那么你拌不开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到那个大的盆里边 再放一点点盐 还有蘑菇精 那这个就是鸡丝黄瓜 来到现场 已经成了 可以开始吃了 除了叫好远镜太远 我有欣赏的 他学着 我走 我走 这就是这就是鸡丝 你 吃 你 感谢观看